屏東縣第一選區立委寧參選人洪恆珠 在百合福倫社的安排下 到平市自由路上的一間護理之家 關懷院內長輩 並贈送幼子不上中秋祝福 洪恆珠更在活動中 展現好歌喉 高歌一曲 讓長輩跟著鼓掌瞳了 洪恆珠透露有一餐選屏東第一選區立委 動向引發政壇及媒體關注 由於她是立法院長蘇嘉群的妻子 身份特殊 加上民進黨也在該選區 提名現任立委中嘉賓競選連任 她的參選是否對民進黨 在選情上有所影響 洪恆珠表示 選舉市場公平的競爭 每個人都有參選的權利 施展個人的抱負與理想 她希望能利用自己豐富的精力 為屏東貢獻心力 基本上選舉是一種 每一個人都可以去參選的一個權利 那最主要是我有很多的理想 包括說整個捷運系統 我們屏東市的捷運 串連到北區的捷運 串連到佛觀山高鐵 然後我們屏東市就可以到大寮街 高雄的高鐵 這是我很想推動的一件事情 然後在兒童的方面 我還希望能夠推兒童醫院 所以有很多的理想跟抱負是 我們希望我可以去做的 因為我算學精力都很豐富 然後經驗正好的時候 活動結束後 紅橫豬走訪傳統市場敗票 與攤商一一握手問候 對於此次以政治素人參選 要如何爭取選民的認同 紅橫豬表示 她長期留在屏東 發現屏東仍有人力物資 及社會救助等資源不足的窘況 她會致力經營相關議題 勤走基層來獲得更多選民支持 屏東新聞 施清廷 楊正義採訪報導